5月31日,韦天荣一郎兼修,Hello One Piece陆飞来了巡展在上海举行开幕式 活动上宣布,风靡全球广受漫画迷喜爱的漫画IP航海王将于6月1日起以作品展的形式证实与上海的粉丝见面 据悉,此次巡展由日本基因社官方首次授权中国大陆,继深圳成都后登陆上海 而上海站的展览规模和占品数量也均创新高 上海站的规模更大,应该是前两站面积的之河 然后也展出了一部分以前没有展出的东西 实际的使用展示面积又到了1800多平方 因为原来的展示的面积只有1000不到 据了解,《航海王》是日本漫画家韦田荣一郎先生创作的漫画作品 讲述主人公路飞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在大海上展开了一系列冒险旅程 立志成为《航海王》的故事 自1997年在周刊少年Jump连载至今 这部作品风靡全球,深受无数漫画迷喜爱 此次巡展亮点也颇多 展出了《航海王》诞生20多年来百余福精选的原创插画 珍藏手办以及草帽一伙成员独具个性的剪影影像 此外,等身角色模型以及超大福禄飞涂鸦画也在现场展出 数以百计的彩笔,各类手办,漫画书 此番主办方还特意一比一等比复原了韦田荣一郎先生创作时的工作台样貌 这个工作台的特殊意义就在于所有的《航海王》 就是所谓这个世界的漫画的一个奇迹 因为它毕竟创造了世界记录 它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故事都诞生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工作台上 可能最开始就是一个斗室,就是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一个对漫画艺术热爱的一个艺术家 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他自己的梦 也开始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漫画的奇迹 据介绍,为了此次上海战的展览,韦田荣一郎先生还特别制作了一个主题为《我来上海落》的作品 刚才不是有一个正的作品吗 就这个作品是算是韦田荣一郎他特地为我们这个展览 相当是一个说我来上海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本人没有亲自过来,所以为这个展览就特地创作了一个作品 开幕式当天,不少粉丝从外地特地赶来 提前一堵航海王作品展的风采 据了解,粉丝们还可通过现场VR体验 一读韦田老师特别绘制的原创漫画的同时 也能聆听到其原生讲述自己创作时的想法及艺术设计 此次展览将在上海喜马拉雅美食馆持续展出至2019年9月1日